现在步步逼近台湾 在台东的富岗渔港这边 风浪现在也逐渐变强了 渔民开始防台加强一些设备 那么在台东往返绿岛 以及蓝宇的航班 现在也传出要停驶了 详细的请行连线给记者张永永 好主播 画面上看到目前台东 还是艳阳高照 但富岗渔港港边的渔船 被吹得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好几艘都已经被固定树 而船上的旗帜和布条也都随风漂白 目前也没有看到渔民在准备装备要出海 另外也有几位旅客坐在售票处等待 因为台风逼近 让风浪增强 许多船班起航的时间都不一定 也让暑假出游的旅客心情相当紧张 不过也能看出因为台风靠近 排队登船的旅客也变得比较少 但是富岗渔港的渔船21号 都还是有绕长出海作业 但有渔民无奈地说 外海现在风浪不断增强 22日可能就没办法出海了 船公司也说 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 7月23到24日呢 台东往返绿岛以及蓝宇的船班 还有后壁湖往返蓝宇的船班 也全部都取消 也提醒民众注意天气状况 以下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 主播 我们下期待的更多人的船班 我们下期待在船班